一本万例 终身学习 半课千金 顿悟人生 请给我七分钟 让我为你精读一本书 并找出三个观念和重点 外加可能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颜长川 你们可以叫我Yang 或者是智慧老人 这是我们2022年读诗一计划第32次的播出 我们这礼拜所选的书目叫做 让您的脆弱 成就您的强大 所以这是讨论如何做自己的一本书 那林伟基头 物伟牛后 是台湾约155万个中小企业组 跟95万个微小企业组的共同心声 他们大都靠一直神功打天下 所以在他们赚进大笔财富跟声望的成功背后 很少人知道他们内心的挣扎跟痛苦 看似得到很多 但更多时候是在自我消耗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有主管教练 Executive Coaching 来聆听他们内心的声音 进而克服心理的创伤 所以除了上市一对一的个别专业指导外 一对多的团队教练 Team Coaching 有人才教练Telent Coaching 以及接班教练Succession Coaching等 也是不可或缺的必要之善 很多主管都会科班出身 通常都是当上主管之后 才开始学习怎么样来当主管 OK 那我们本书的作者是 Jerry Colona 所以他善用自己担任过投资人 创业家以及多家企业的主管教练的 专业知识 以亲身体验及辅导实力 协助创业家重整创业路上的情绪包袱 成为更坚韧的领导者 所以从他身上 我可以找出三个活用观念 第一是投资人 那作者是摩根大通 J.P. Morgan Chase 旗下私募股前投资公司 摩根大通合伙人公司 J.P. Morgan Partners 简称J.P. MP的合伙人 第二是创业家 作者以Bredman Wilson 以1996年共同创办创投公司 Fletron Partners 那该公司是纽约最成功的新创投资方案 Jerry现为领导力发展公司 Reboot IO执行长兼共同创办人 第三是指管教练 那作者担任过一百多家组织的董事会成员 那帮助创业人士跟其他人 用人性 复原力 跟平静心来领导 所以被誉为CEO身边的尔一者 还有纽约系项的UTA 所以以上的三个活用观念 希望能协助大家对作者 有进一步的认识 那我们让您的脆弱成就您的强大这本书 中文版是2020年8月出版 那作者将关于工作 领导力跟人生的智慧跟经验 以故事真相和工具的方式写成本书 那我们这本书已经成为创业家 必修的九堂做自己重启信念的课程 可让脆弱翻转为强大 我仔细研读本事之后 提出三个重点 供大家一起来学习 第一是做自己 所以心理学家荣格认为 人的选择造就了自己 那彻底探究自我是一种方法 可用来学习如何 更能够做自己 更贴近自己 更真实坦率 以及变成更好的人 然后来成为更好的领导人 那活头就是坐在自己的菩提寺下 默默地找到他个人的天子 第二是成功方程式 所以以开发实物能力 加上探究自我 再加上分享经验为分子 再以提升领导力 加上增强复原力为分母 这样就过成一个成功方程式 其中的实物能力是指 好领导人的必须条件 那最难最重要的地方是 探究自我的过程 而您好吗 是据真心话 也是你不孤单的意思 充分分享了宝贵的经验 第三是智慧 所以经常听闻 或感受到别人没注意的东西 也就是感知能力 是大智慧的来源 所以从长辈的年岁中 领悟到人在成长之际 还能优雅老气的智慧 所以当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 有更完整的体会 并完成该做的功课时 智慧因而产生 所以察觉到任务已经完成 也是一种智慧 OK 以上是本书的三个学习重点 希望能对各位朋友有所启发 那本书作者在某晚餐聚会中 分享人生当中某个 十分难熬的阶段 借着信念这本书渡过难关 那因为有这一层关系 所以Jerry斗胆邀请 该诗作者为本书写戏 所以两位作者竟因实话实说 成了默逆之交 那本诗作者卸下自己的盔甲 撤除心房 揭开模糊不清的面纱 其能教导读者如何回归真实的自我 台湾网路趋势观察家Mr.6 刘薇林先生 误出创业是在寻寻觅觅 一个无条件接受你的人 他竟完全公开自己 写了27年的私密日记 真是破膊来生气 OK 以上是本周的主要内容 重点是 他们三个都相信 唯有成为更好的自己 才能成为更好的领导人 OK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